所以这个时间就算得比较早一点 所以我都建议 去给应供的时候 说实在话的 倒不一定是说十二点就筷子放下 刚好他出一道菜了就筷子放下 这多可惜 多可惜 所以说应供就 出几点啊 别超过十二点半 就把它吃完了再回来 只要如果你很坚持时间 那你就准备一个便当 私下要准备一个便当 因为都会超过时间 是不是 那这个人啊 这个宝质禅师 他这个人是像电影演的一样 就是 可以啊 一下子吃很多 一下子不吃 吃饭也没有一定的时间 有时候你凌晨看起来 他就在咬东西吃 他这个发长啊 竖寸就说 头发呀 很长啊 头发很长就对了 怎么笑的呢 怎么笑的呢 那这个人 那这个人 这个人 哪一只席帐 你席帐啊 席帐啊 就光着赤脚啊 大街小巷这样走 一边走啊 一边哼唱这个诗 或者是福 大街小巷 就怎么笑的就对了 你想象得到吗 哪一只席帐 打个赤脚 头发这么长 这不是跟拍电影一模一样吗 这你看到你会吓一跳啊 但是他是圣人哦 这个是大错误的圣者哦 所以师父常常一直说 这个实在是 实在是不能用外表来看一个人 有没有修行 没办法的 那这个人啊 哪一只席帐 光着赤脚还没关系啊 这个拐帐的上面 那个拐帐头啊 挂什么东西呢 挂一只剪刀 还有一个镜子 出给人家没在笑 他一挂险才怎么笑的嘛 很严重 挂一只剪刀 然后挂一个镜子 或者是挂一匹布 布就在挂一匹布 这个人有一点啊 你是做不到的 他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 这个志工和尚 可以好几天不要吃东西 他也不会觉得饿 没有 你好几天都不弄东西给他吃 他也不会饿死 对不对 后来啊 他常常在念诗 或者是送这个福 这样子 每个人走到大街小巷 大家都觉得这个精神病啊 神经病啊 大家都这样觉得 他也不在意 不在意 后来啊 他比如说在路边啊 在路边啊 走过一个 看他印堂发黑 就告诉他 哎呀 你在过一个礼拜啊 你犯的 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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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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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啊 他说 哎呀 你精神病啊 我活得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子 先跟你一言就是了 大家看看 这个 拐杖啊 头发那么长 乱 乱讲 大家没有在意 经过一个礼拜了 那个人 哎 真的这个 人家派了 大批的军队 就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哎呀 犯法了 就犯法了 哎呀 为什么 哎 他以前所做的事情啊 爆发出来了 爆发出来了 啊 这个吓一跳 大家吓一跳 吓一跳 啊 还有的人啊 更 更好了 找他去看地理 哦 这个高僧 这个也会看地理的 哎 那些小孩子啊 哎 不会好啊 那些晚上呱呱叫 不会好啊 他去啊 哎 默默的都好了 他的外表给你看起来 就是一个没有修行的人 可是他那一种功夫 就是很不可思议 就是非常不可思议 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用平常人的角度来论断他 太不可思议了 啊 所以说啊 后来的人啊 这些读书人啊 朝廷的大官啊 啊 包括那些菜市场的呢 没有一个不服的 一件工件俊啊 打败的俊啊 非常的准啊 然后大家都服了 就很服了 但是啊 因为太出名了 麻烦就到了 当时候啊 齐武帝 认为 哎呀 这个人妖言惑众啊 那么那么多人啊 包括朝廷的官啊 这些 这些世俗啊 包括菜市场的这些啊 饭服走着通通 归于他 心服口服 这个妖言惑众啊 就把他抓起来 抓到这个首都啊 健康 啊 关起来 就把他关起来 一直啊 哎 关 关到这个 梁武帝 哎 这关的时候啊 哎 人抓去关啊 哎 也在大街小巷看到他 在大街小巷 还是看到他 他一样的 拿一个拐杖 就是 就是在外面唱歌 你无奈他 后来 浅浅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在大街小巷看到他 哎 又去那个 监狱里面看 哎 他一关在里面 那有的人说 那一关在里面 说没有啊 我们早上才看到 他说 这奇怪啊 你在哪里看到 就明明 看到抓去关啊 你说我明明看他 在路上唱歌啊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这分身千百亿啊 十十四世人啊 世人常不识啊 啊 常常啊 啊 视现在这个人间啊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那 所以这个是很有功夫的了 所以啊 这个皇帝啊 梁武帝 非常的履义 啊 非常的就把他放出来了 所以这个皇帝啊 呃 赵爷 他替他讲话啊 他替他讲话 因为大家都 慢慢的归服他 有的人是很不在意啊 可是这个梁武帝啊 非常的崇敬他 结果就啊 皇帝赵爷 这个这个这个 奉天臣运 皇帝赵爷 哦 皇帝颁布命令啊 就写了啊 说志工 聚聚成够啊 啊 神有名吉啊 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这个志工和尚啊 他这个人啊 虽然啊 视线在这个 五一六成的人间啊 可是他这个 不可思议的 这个神力啊 确实可以 遨游每一个地方 水火 不能交辱啊 意思就是这个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蛇虎不能轻聚 就是蛇现前 老虎现前呢 也没办法伤害他 所以与其佛理 只身为以上 谈其引论 这顿先高者 说哎呀 这个志工和尚 一讲到佛理 那真是超越小 小圣的思想 而全部都是大圣的 大菩萨的心肠的思想 慈悲稀释的心思想 哎呀 谈其引论啊 则顿先高者 可是啊 又看他 看他到这个 不可思议的 这个神秘啊 隐瞒自己啊 也可以算是 高山上修行的 一个圣者啊 所以起得以俗世常情啊 空相居致 是怎么可以用四千人的角度 去衡量 或者是用这个啊 恶圣人啊 的角度 不发大心去衡量 和其 必侠 一致以此 这样对 宝字和尚 是很卑劣的看法 所以至今行来啊 随意出入 物德附近啊 从此以后啊 他要进入皇宫 任他来 要离开皇宫 任他去啊 不要给他禁止 啊 这对白呛出来 特朗了啊 那你现在 要去中东府都会冻掉 他没 他去中东府都不用补匪啊 直接弄 到中东府又出来啊 经吃香了 所以皇宫啊 任他出入了 任他出入 师自是多出入境内啊 然后啊 这个宝字禅师啊 多次的出入皇宫啊 那么在天晋三年 六月 皇帝啊 梁武帝啊 在崇英殿讲说 然后啊 这个啊 宝字禅师啊 你就来听听看 梁武帝怎么说法 就居然 起舞 讲到一半了 梁武帝啊 看他 这宝字禅师 竟然跳起舞来了 跳起舞来了 就跳起舞来 就啊 预言 预言 说这个国家呀 在兴盛几年啊 后来啊 梁武帝啊 会被围堵 死在这个城墙上 所以这个梁武帝死得 很糟糕 他这个受菩萨界的 又不敢杀身 侯警判断了 侯警之乱了 他被围在城墙上 这个宝字禅师啊 就已经跟他 预言好了 就给他预言好了 这梁武帝可能 听了没 听了没 后来啊 就饿死在这个城墙上 就完全啊 应验着宝字禅师的 这样子一个 大错误的 胜者的这个意愿 这个宝字禅师啊 种种的这个 不可思议的行迹啊 度化众生啊 有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 这个在家啊 或者是围观的啊 皈依的啊 不计其数 包括韩国的啊 这个国王啊 皇帝啊 通通啊 派这个使者啊 赠送这个 高贵的 这个礼品啊 来供养这个 宝字禅师 轰动到韩国去 中国的神僧啊 这个轰动到韩国去啊 韩国的皇帝啊 派人啊 赠送这个重金来 天建十三年 东在华林园佛堂中 四级 年九十七岁 九十七啊 所以这个要讲的啊 不厌其烦的 重复在讲啊 宝字禅师啊 第二个我们来讲 这个万回 这个万回啊 应该是 回向的回 应该加一个 错步啊 应该加一个错步 或者是指这个万回 因为差不多这个 回家的回 这个回字 有错步的回 万回 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是唐朝人 河南 张世子 这个人呢 生的时候啊 是很不可思议的 也是种种的神迹 博通诸事啊 沟宗的时候 唐高宗的时候啊 奉命替渡 唐武后 武则天啊 召入内唐场 内道场就是 召入皇宫里面 唐宗宗父位 就封这个 策封这个法云宫 那么唐玄宗 出的时候 就入籍 世纪 世绝国公 这个也是 相当啊 有这个 一点 来历的 详细的传记啊 见神生传 大阵仗第五十册 大阵仗第五十册 万回 禅师 再来 寒山 寒山跟石德 我们常常听到 这寒山是从哪里 得名的呢 他是住在寒山岩 就是寒冷的石洞里面 这个人是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寒山 石德是在路边捡到的 叫做石德 两个都会讲 在路边捡到的 就是石德 的路边条件 寒山 我们先讲寒山 我们先讲寒山 那么这个寒山啊 跟石德是 一个是文书 一个是朴贤的 寒山是文书 视线的了 朴贤呢 是石德是 朴贤视线的 寒山 一个唐代的 一个隐士啊 他的主性是什么 性什么 习惯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你看 这样有寒不 突然间冒出来了 没有人知道 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生是什么 父母是什么 哪里的 通通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来历是什么 他住在 天台啊 史丰县 也就是 浙江省的 台州府啊 天台县制 西七十里的 寒盐幽窟当中 就是住在 这个石洞里面啊 寒冷的石洞里面啊 所以称为寒山子 寒山子 但是生存年代啊 有种种的 不同的说法 你看就有三种说法 有的人说 他是唐玄宗 西元七百一十二年的人 有的人认为是 唐太宗 西元六百二十七 到西元六百四十九年的人 有的人认为说 是唐献宗 沿河西元八百零六年 到西元八百二十年 三种不一样 七一二 六二七 八零六 你看这个 这个讲的 这个差一百年左右啊 差一百五十年了 不止哦 这个估计的差距 将近了两百年了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来历是什么 跟天台山国庆寺啊 这风干 风干是阿弥陀佛示现的了 风干 实德 很知己了 这个寒山啊 在这里 他的形容啊 他 形容 说寒山啊 这个人呢 面貌啊 很枯 枯 枯萃 这些很憔悴了 营养不良了 营养不良 这个脸啊 很憔悴了 穿的这个 衣服啊 是短衣 这个短傲啦 以前大陆是天气冷啦 可是他是穿短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凌络 就是 夹大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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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夹大一条 夹大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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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就是 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 很穷啊 像穷的 穷到极点一样的 然后啊 把这个树啊 树的皮啊 这个树的皮啊 变成花罐 花罐 把它带起来 编着这个树皮啊 带起来 把它带起来 他不是穿出家的衣服 他穿下 穿木鸡 木鸡 木穿木鸡啦 穿木鸡 穿木鸡 穿人都没讲啦 整团长只有一只穿这样而已 怕就落脚脚脚脚 像日本人的那个木鸡啊 他常常到这个国庆寺 寒山啊 常常到国庆寺 他住在寒洞里面嘛 石洞里面嘛 常常到国庆寺 这国庆寺啊 跟石德 跟石德 大家收拾啊 这个大众生啊 吃剩下不吃的 饭菜 他没有饭偷到啊 大家都吃完了 都不吃了 吃了剩下了 这个馋饭 菜渣 剩下来的 就放在这个竹子里面 很大的这个竹筒里面 很大的竹筒里面 两个人啊 寒山跟石德啊 这两个人境界最高 一个是文书一个普贤 那两个讲什么话 没有人听得懂啊 两个人就杯子啊 入这个啊 这个 这个石德就跟寒山啊 到这个寒盐里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寒山啊 住的这个石盐洞里面 所以有时候啊 出来外面啊 慢慢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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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哦 叫得很大声 叫得很大声 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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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刷神经一样 或者是啊 有的人呢 忘空谩骂 对着虚空啊 跟虚空讲话 骂这个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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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众生啊 都受不了 都受不了 一直听听大声 听听听 然后对着虚空啊 乱乱骂 这个室里面的出家人 他都受不了 因此啊 很多人都拿这个杖 追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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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么追都追不到 他速度比你更快 这个寒山啊 这一翻身啊 就不见了 然后 在山下 你看他跑到山上 一翻 看他在山下 在那边鼓掌 鼓掌 在那边鼓掌 哈哈大笑 哇哗哗哗 这样的大笑 像神经病一样的 哎 然后啊 看他慢慢的 在那边走路 哎 你抓不到他 当时候啊 有一个刺死啊 一个官啊 刺死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 监察院的这个 监察委员啊 刺死啊 这次姓 姓吕 一个门啊 底下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铝 铝布的铝 双口铝 一个门底下一个铝 这应该是念铝啊 哎 李秋运 他这个头痛啊 吃什么药都没办法 吃头痛啊 怎么样都没办法 这个猛天台山国庆寺 一个这个风干法师啊 就是阿弥陀佛 世线这个风干和尚 治疗 哎 治疗 结果这个风干和尚啊 风干法师啊 哎 无形当中啊 因为大家都是圣人啊 知道啊 啊 风干和尚有时候念念念啊 你拜我 拜我拜做什么 拜我做什么 天台山啊 有寒山啊 文书啊 实德是普贤菩萨 你去拜他们好了 哎呀 这个人啊 结果去啊 哎 去到这个地方啊 就登国庆寺啊 要拜访寒山啊 啊 这个寒山啊 这个 圣人的境界 他有他心通啊 就知道啊 这个麻烦大了 人家来了 人家来了 这寒山呢 就不见这个 啊 这个高官啊 这个刺死啊 就不见 也不跟他多谈 哎 就没啊 他说啊 迷陀我绕死啊 啊 这阿弥陀我 真厚的 这个阿弥陀我 也叫我迷的 啊 这阿弥陀真厚的 你点点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 说到这个 让我这样 美不掉 这个铺路身份啊 不能 就不能 就没办法了 铺路身份就出来 啊 这这个迷陀绕死 啊 这阿弥陀我 真厚的 那点点就好了 让我这样 真麻烦 所以这个佛菩萨 绝对不会自己讲的 你放心的 没有人一个 像现在的人 我是什么活佛 我是什么菩萨 听都没听过这样子的 哪一个大修行 这样乱讲的 文书普贤的 都不讲话的 是不是 因此就找不到寒山 就看他 在这个树林间啊 石壁以上啊 写了种种的诗 写了种种的诗 就把他截留起来 总共三百多首 三百多首 这个是寒山的啊 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 来历啦 来历啦 再来我们呢 讲这个石德 寒山石德 石德顾名思义 就是在路边捡到的啦 这个石德 石德 唐朝 也是天台山的一个 一个出家人 这个更不得了 就等一下讲到这个啊 你会觉得 直直成奇 有这样子的一个出家人啊 那比寒山啊 更神秘啊 他是国庆式的 善圣之一啦 跟寒山啊 并称一世 相传这个天台山 有一个叫风干和尚 曾经在这个山中啊 刺成道侧面 诶 突然听到一个小孩子啊 啼哭 诶 找找找找找得到 诶 这个小孩子大概一岁多 一岁多 就捡回来了 就捡回来养了 所以给他起名叫做石德 拌路丘的 诶 以前 问 小孩子不懂 都会问妈妈说 妈妈我从哪里来的 他就说 你一直拌路丘回来 他就说 你从石头拼出来 这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诶 老人都这样 跟孩子们讲 这个就是 石德的来历啊 这个风干啊 就把他带这个石德啊 回国庆寺啊 抚养 就交代这个典座生啊 就是管厨房的出家人 说 我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你哦 好好的 因为路边捡的嘛 你放着他就会饿死啊 就捡回来 后来啊 一个出家人叫做灵异法师啊 就把他 这个领养 把他教导 就命令这个石德啊 掌理啊 石堂 就是灾堂啦 吃饭啦 妈妈桌子的椅子啦 还有香灯 要点香啊 点灯啊 香灯 有一天啊 有一天啊 这个石德啊 我们石德法师啦 石德 突然间啊 灯座 灯座啊 灯座就是 灯到这个大座啊 灯大座啊 哎 我们这 这也算销了 很严重啊 非常在头前啊 那拔菜在中 两个公家家 公家家 然后就说啦 这样 不奇怪啊 那就说啦 哎呀 说乔诚如啊 你这个是小果的声闻啊 哎呀 你是小果的声闻啊 嗯 就乔诚如 因为 这罗汉里面 一个叫做乔诚如啊 哎 乔诚如就有点 讽刺的感觉了 哎 说乔诚如啊 啊 你这个是小果的声闻人啊 旁若无毒意啊 没在管人生 哎 然后拿着 拿着的筷子啊 鼓掌 啊 哈哈 拿着筷子 一直鼓掌啊 一直大笑 哈哈大笑啊 这个大众生啊 看他怎么又启哨啊 啊 又把他推啊 还拱啊 他一直走 哈哈哈哈 走啊 走他的最老啊 跟韩山同样的 没人对得对啊 哎 后来啊 这个 灵异法师啊 啊 这个很头痛啊 给他乔乔的 这个很头痛啊 啊 说 问问看这些长老啊 啊 长老说啊 不要让他在那里栽糖啊 哦 不要让他在那里栽糖啊 这个这个这个香灯啊 不要做香灯啊 他就打下去洗碗 呵呵呵 现在说 他就打下去洗碗 他就小小合不来 打下去洗碗 哦 在那里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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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剩下 有的吃不完的 一点菜啊 米粒啊 过滤 过滤 好 啊 那就捡起来 啊 跟食德啊 啊 这个过滤 以后剩下残渣 就用这个竹筒啊 装起来 啊 说 寒山 我们来回 就寒山回来 哦 哎 两个人在讲话 哦 说 旁边的人我去听 无人听 没有人听得懂 奇怪 讲的都是好像中国话 没有人听得懂 他们两个人在讲什么 没有人听得懂 菩萨跟菩萨讲话 没有人听得懂 他讲什么东西 两个人在揪揪的 就回来了 竹筒 对东西 对东西 其实啊 那当时候啊 这个僧啊 这个僧储下食啊 这个厨房啊 煮饭 煮完的时候啊 哎呀 这个乌鸦啊 都飞来啊 吃的啊 一片狼藉 狼藉啊 这个使得啊 拿着一只拐杖 这叫神秘 拿着一只拐杖 他不是去赶乌鸦 他不是去赶乌鸦 他不是 他去打什么 去打 全然胜众 拿一只拐杖 去打全然胜众 他三个推 就把劈下去 就把劈下去 说什么 他说 你未能护食 你就不能保护我 那些东西 你怎能护法 就跟他说 哦 这说全然胜众 这严重的 这事情很大了 这个拐杖拿来 不是敢误 是打那个全然胜众 所以你不能 护持我们的食物 你怎么能够护法呢 护持这个拐杆 当天晚上 这个拐杆圣众 这个拐杆神 这个托梦 托梦给整个寺庙的人 通通知道 说 说这个普贤菩萨 拿拐杖打我 这个普贤菩萨 拿拐杖打我 第二天 结果一醒过来 大家 大家一醒过来 同时讲 这里面有几百个法师 同时讲 这大家都吓一跳 怎么梦的 大家都是梦的一样 通通梦境一样 第二天 大众生一讲 梦的通通是一样 从佛法来跟他讲 普贤菩萨推 整个事的人 全部都很惊讶 才知道 实德 不是普通的法师 不是普通的法师 还有啊 这个实德 有一天 为了这个事 在事 事的这个草原上 因为以前的寺庙都很大 在牧牛 赶着这一群牛 赶着这一群牛 然后啊 就唱歌 唱歌 心情很好 就唱歌 然后对着天空 一直这样唱歌 有一天啊 这个大众生啊 宋戒 菩萨就是宋戒啊 这个实德啊 赶牛啊 赶到刚好啊 大众生在宋戒 宋戒的前面 哎 宋戒的前面 然后他就靠着这个门啊 靠着这个门啊 啊 鼓掌在那边拍掌 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说悠悠者 巨头 悠悠者就是你们这一些啊 自认为是戒律 持戒律的 又不懂心法的啊 以为是在修行啊 其实你们是在浪费 施主的食物啊 悠悠者就是散散 你心散乱啊 虽然表面上宋戒啊 是心散乱 在那边聚集在这个宋戒啊 表面上看似修行 其实啊 心在散乱 悠悠者巨头啊 无所事事啊 那这样一骂 哇不得了啦 当时候慈力的守座和尚啊 就痛骂 痛骂他 说疯人啊 去笑的人啊 为何宣饶妨碍说戒呢 为什么还妨碍我们送戒呢 这个施德啊 法师就说了 所以我不放牛啊 我如果不放牛的话呀 这一群牛啊 以前啊 是执掌这个道场的执事生啊 死后都变作牛啊 因为没有好好的护持三宝 没有好好的护持这个道场啊 浪费长住的钱财 所以啊 变作牛来还了 变作牛来还了 讲到这里啊 就很可怕了 讲到这里啊 我们的出家人啊 重视因果 洗衣服的时候啊 麻烦你们那个水啊 开少一点啊 你们那个电灯啊 比如说你们上个厕所啊 那个电灯 一离开房间啊 麻烦你们啊 去睡能几天上个厕所 上个一号 出来 电灯就马上把它关掉 电灯就马上把它关掉 真的啦 哎 电灯就马上把它关掉 要是真的不是很热 冷气就不要开 能省 折省啊 能省折省 知识人 特别是厨房的 灾堂的 或者是库房的 要特别爱护这个常住物哦 哎 哎 我老婆 没有使得法师 会给你关注啊 你就记动这些 所以啊 这个爱护常住物啊 如护眼中珠啊 哎 爱护这个常住的东西啊 啊 包括我们啊 这个店面啊 流通处啊 包括我们 这些工作人员所住的地方 千万啊 既能省着责任